詞曲 李宗盛 好 媽媽寶寶的所有讀者們還有網友們 大家好 我是楊千佩 更有趣 更充實 更忙碌 主要就是因為會常看到就是家中的爭嬛技 就是大女兒跟二女兒大家在爭蟲 Q妹她還什麼都不懂嗎 才剛滿五個月 娃寶她活到現在她一年十個月的日子裡面 就充滿了大家簇擁啊 或是過多的關心關愛啊 及三天寵愛與醫師啊 現在多了一個妹妹出來 所以說其實她也有一點小小的不習慣 大家開始會去關心妹妹 妹妹哭了之後大家會去抱她 所以她可能有時候就常常會有樣學樣 就常常在應付她們兩個人 對 因為就是娃寶可能會有點心裡不平衡 然後導致出有一些很逗趣 很有趣的一些行為 在跟妹妹爭從 譬如說 妹妹哭哭了 笑笑 她就打得很優零 可是她其實不知道說那個分寸應該怎麼拿你 然後我們就 欸不行 要輕輕一點的 所以就常常或是 妹妹哭哭了 喔 妹妹哭哭了 然後自己她也哭了起來 所以就很多每天上演很有趣的事情 陳如大家應該有聽到背景音 她哭了就是還滿戲劇性的 她從一出生到大概兩三個月她都很喜歡睡覺 所以閒少會有時間可以跟她有很多的互動 因為她都在睡覺 那現在你就聽到她的故事 因為她其實是個比較沒有安全感的小孩 她很需要人家多關懷她 多抱抱她這樣子 所以她是一個 痾 獅子座 獅子公 獅子猴的女生 這是她第二次出門 所以她對於新環境 新的朋友 新的人群她會很害怕 所以 大概就是沒有看到她熟悉的照顧者 所以就比較心慌一點點 所以就是一個 嗯 需要我們多多有耐心有愛來關懷她的孩子 她大概就是兩個動作 一個是這樣 在睡覺 然後一個就是這樣 笑到她眼睛單眼皮 笑到眼睛就不見 人家說張開笑笑 叫妹妹 眼睛不見了 因為她就是整個變一條線 但其實她就是很反差的兩個女 她很極端 可能就是跟媽媽也很像 她跟娃寶跟她姐姐跟我 我覺得我們三個母女都還蠻像的 要嘛就是笑得很開心 這樣哈哈的大笑 笑到眼睛這樣瞇著一條線 要嘛就是我們常常多如善感 很愛哭 哭得很戲劇話 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人真的是 我是媽媽 我生的